來吧, 給你一塊, 給你一塊 你這麼緊張, 這麼爛鬼皮蟹 怎麼爛鬼皮蟹, 你知道我 最怕人踩那雙鞋子 怎麼這麼省?一條有酒在這裡吃飯盒 什麼省了回味 你知道這裡以前是木屋區 我第一次住在香港的時候 就是在這裡投靠親戚住的 姐姐說是舊的 你現在站在這裡 就是我一生人所擁有第一雙皮鞋 燒到變態的地方, 你知道嗎 別說了, 你不是穿八號鞋子嗎 是啊, 有東西給你 什麼? 這雙是聰明的 說那些不發財, 是名牌的 老闆給我的 是嗎? 襯衣, 大衣, 西裝, 全部都沒穿過 怎麼做有錢的, 自己這麼多雙頭 你叫我身材跟他一樣嗎? 對, 比我還要把他扔掉 是嗎? 是呀, 那不是很賺鬼嗎? 簡直是賺 有時候, 車子裡有錢的朋友 拿到小馬的貼士, 簡直是好跟某出糧 別說笑… 先彈幾隻來享受 你看看, 你連黑的脈斗都射到耿抄章 昨天還打抄抄 話說回來 每天都開著這個爛軌的車 丟到腳都軟了 老闆哥, 不如你學一下我 跟有錢人開車更好 誰知道嗎?你要有勞數才行 你沒甚麼介紹 暫時應該還沒有, 幫你留意一下 一樣慢慢來, 先說一些貼士 一樣我可以馬上給你 整條三重彩, 你看看吧 好… 第二場三號做膽 拖一六八號, 去硬了 好嗎? 好, 那個脈斗 好, 重鎚 你去屯門 不好意思, 暫停在客 你怎麼不蓋棋? 我現在就蓋著了 那就是我上車的時候你還沒蓋棋 你知不知道, 我上車之後 趕走去哪兒, 你才說不去 那就是拒罪 甚麼拒罪?你說得這麼橫歪 趕著去洛藍, 你等一下, 等一會兒 等一下, 我趕時間的 趕時間你就接另一部車 你就是選客, 進屯門遠 甚麼選客?我也趕時間 趕著去洛藍, 大哥, 快跑了 贏了幾盆水 我趕著進屯門的生意 賺了幾十盆水, 開車吧 阿姐 不開車就去警署 這就跟前面那個老闆說 你怎麼 fart? 神魄的 我自己在能里 死 mundo 哼 是… 你害得或 GTA 你們不要亂 這手 還是這個老闆 我自己�Р 你去鎖裡了 你已經裝作妨礙你 又說要拘捕鎖 你幹甚麼 我要告你, 企圖謀殺 不用標誌停車 好介紹, 英國名牌T恤 柔軟耐著 原價七十, 現減至三十五 是賣這個星期五、六天 何新年 我跟你說過多少次 叫你不要再賣街邊 你現在要濕了頭 現在去賣又怎麼樣? 慘得我又有人光顧了 我現在不是跟你說話 小哥… 誰呀?小哥, 誰呀? 死了, 這樣女人呀 你教我做人要有車有鐘嘛 那好丑丑也讓我先賣這些車貨 你是不是賣這些車貨, 你先抽手 你說怎麼樣就怎麼樣 新車貨, 新車貨, 原價三十五 現在特價十五 買一、熟一, 買一、熟一 買一、熟一, 買一、熟一 買一、熟一, 買一、熟一, 買一、熟一 七十五塊錢 不是, 不是十五塊, 三十五塊錢 總之不計成本, 志在清方, 不買一、熟一 五、三十五塊錢 五、三、十五塊錢 四十五塊錢, 四十五塊錢 四十五塊錢 十五塊錢嘛, 買一、熟一 為什麼不算錢呢? 十五, 四十五就四十五, 算了, 算了 十五塊錢, 十五塊錢, 買一、熟一 我告訴你, 這些車的東西全部選擇 由你負責 什麼?賣街邊這麼好賺, 怎麼會有選擇 十五塊錢, 十五塊錢 十五塊錢 這裡是街頭, 這麼吵, 有甚麼好看 你看看你, 臉皮這麼薄, 你怎麼賣街邊 十五塊錢, 十五塊錢 現在是街邊賺錢好不好 你知不知道黃家警察, 只是在街邊賺錢 三十五塊錢 阿Sir 快活日, 六號華人之星 一號幸運鳥 派彩六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塊錢 三、六、一 吃都中了 買到我就發財了 阿Sir, 甚麼事 阿Sir, 二百塊錢而已, 別這麼激動 二百塊錢 吃了一億, 二百塊錢, 二百塊錢 別生氣了… 我快要被你的發叔玩死了 發叔不是想害我們 他只是不喜歡我們放在街邊賺錢 現在放在街邊賺錢是正當的職業 又賺到錢 要不然我們怎麼能償到六萬多塊錢 那倒是 總之我不管那麼多 如果沒有房子、沒有酒席 你就不用方次娶我的女兒 我免得給親戚給我 我說過, 阿芳要嫁我嫁得風風乾乾 我一定會手上用的 算你呢 來, 喝一口湯吧 謝謝, 不用 不用 媽媽, 湯很好吃 當然, 這是自家湯 火候十足, 沒加味道蒸 我現在每個星期 都跟媽媽學做一道菜 以後我們結婚了 我讓你吃得嘎嘎嘎嘎嘎嘎嘎 沒錯, 阿芳要用心學做菜 你呢, 用心賺錢 別聽你的發叔在那裡嘎嘎嘎嘎嘎 知道嗎 喝湯吧 喝兩道 聽到 阿芳, 你一定是沒吃飯的 你最喜歡吃的燒鵝給飯 那有發叔心, 每話都跟他在外街邊 阿芳說賺錢多了 阿芳說甚麼, 你就要說甚麼了嗎 你有沒有自己主意的 不過我還是覺得是賺錢多了 紙巾又拿 阿芳, 其實職業的東西是無分貴賤 職業是無分貴賤 但是沒有前途的賤嘛 你現在去賣街邊 是, 三幾年以後可以賺了很多錢 但是老了, 七十歲了 七十歲還去賣街邊 總之你去做死字樓 絲絲勻勻勻一級一級升上去 總裁也要找你做 那有很多人一輩子從普通的民元升上高級的民元 那也算是高級的, 也算是高級的民元 你有沒有聽過賣街邊, 也算是高級的街邊 發叔自己的命苦 我才跟你說這番話 我小學還沒畢業, 我就走出來挨世界 我的命真是拍得住那些白手興家的有錢 像霍英東, 李嘉誠, 杭生…不知道有沒有份 總之我跟他們有得揮的 那將來發叔你的家的家 也有得跟霍英東, 何鴻生, 李嘉誠也有得揮的 發財, 你以為是發夢嗎 總之我把你把猴子都捱到, 我就算了, 去秤堂了 話說回來, 發叔 甚麼 為甚麼那時候爸爸又不養我 媽媽又不臭, 我要我臺來你這麼多年 你…你爸爸那時候去了行船 他無影無蹤 你媽媽又有病, 進了醫院, 我就要捱夜去照顧你 那為甚麼那時候爸爸媽媽會失蹤, 進來照顧我呢 我怎知道呢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 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這個鈴鐺, 訂閱吧